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 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忘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 一鸣不惊人,今天接着开讲 今天讲的题目是 调包记于读懂中国 说是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枣子 以非常纯熟的办法 把人家挑好的枣子给调包了 调了一包有点不太好的枣子给人家 这种调包记啊 其实我们中国是故意有之 很早以前就是 比如说你到饭店一起吃饭 你说你点一条鱼 但是呢,等到下厨的时候 实际上给你做另一条鱼 有的人客人为了防止调包 趁着在鱼上写上字 写上自己的姓名 然后最后拿上来一看啊 这个名字字还在 就是我的 但是这个名字 这个鱼也写上你的姓名 就是好像也不好听 但是这种调包 其实是很多饭店都在这么做 街头小贩也在这么搞 这个街头小贩 还有另外一个毛病 就是什么呢 就是缺金少两 经常是你买个十斤的东西呢 可能拿到家就八斤 或者是七斤半 好一点的也至少是能够掉个几两 肯定掉 肯定就缺金少两 他的秤就有问题 你买东西也不能说 每个人去拎个秤去买东西 当然也有这样的 像大妈大爷 真是拎个秤去买东西 但是一般来说 一般人是不会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种 这头小贩实际上挺可怜的 他们经常会被这个城管去碾 被人去赶走啊 不让他们坐呀 也挺可怜的 经常会被摊子会被砸呀 车会没收啊 货物被没收啊 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们自己会绝对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他们很可怜 但从事又很可恨 他们自己从来不知自重 就是至少我一部分人不知自重 就算会缺金少两啊 给人调包啊 就是还有的人还是 甚至还比如说像这种讹诈呀 就是以赤冲好啊 完了这个 甚至说这种强行买卖啊 都有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其实中国呢 最近也开在开一个小生 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叫做读懂中国 记得以后南方周末有一个 他有一个抱头 就叫在这里读懂中国 其实我们在这种调包记上 也可以读懂中国 就是中国总是这种现象 从古至今就会存在 就是老百姓一句话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们看到人其实很多 很底层的人其实挺可怜的 他们生计其实很艰难 他们在非常艰难的这个情况下 就在挣扎 在活着 但是呢 同时呢 他在这种挣扎过程中呢 他又不断地在 用一些小的大的花招 来坑人 这个害人 骗人 就使得 而且甚至的有时候 他就会使是 就是为了让人这个同情心大发嘛 有的是乞讨的 种种都是这样 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注意 说从来不想到说 用这种欺骗的方式不得同情 最后会换来什么 会换来什么 会换来对你这个所有的 从事这个行业的这种小贩 的一种不信任 调包机出来之后呢 可能人们就是 就他的生意 就是整体上 小贩的生意都少了 缺少量 普遍了以后呢 他们生意也会减少 人们 而且人们对他们 这个城管 追打他们这样一种同情 或者生源也会 这生意也会降下去 那么 就是说实际上 这些可怜人在做的一些 可恨的事 这个可恨的事实际上 是在自毁他们自己 是在毁他们自己 但人们却会不断的会做 每个人都会想 哎 我今天做一个坏事 我今天掉一个包 但是 我今天掉包 可能我就会今天多赚一点 啊 至于是长远上看 把我们这个 这个行业都毁了 把我们这帮小贩都毁了 或者把我们小贩 整个生意弄坏了 那算什么 那跟我一个人没关系 他没想到 他这一个 他是一个小贩的个体 这个小贩的整体 都受损了 他其实也受损了 但是他没有这么想 他不会把这两个人 联系在一起 总是想 我今天捞点试一下 我要令人同情心 去骗一点 骗一点 试一点 反正今天我坑就行了 自己说以后怎么样 我不管 就是这样的心态 非常普遍 就使得人们实际上 他把这个人的心 都磨得很硬 他实际上是把自己 不仅把自己的道德水准 拉低了 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 道德水准也拉低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 私以同情的人 这种同情心 在降低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看到 整个社会的 这种道德水准 在下降的 这绝对是一个灾难 这种是灾难 但是我们看到 这种灾难 它确实是在流行 它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实际上 我们知道 这个小贩 这些小贩 这些包括这些乞丐 他们不是一个社会 他们不是一个社会 他们不构成一个社会整体 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利益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给小贩 我们尽管 总是尝试管理者 总是驱赶他们 总是想把他们管住 他实际也管不住 但是呢 从来没想到过说 是不是我们给他一条生路 让他们去干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组织起来 让他们进行自治 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 然后从而提高 他们的道德水准 提高他们的社会 这种实应能力 也提高他们的这种 这种自觉性 事实上 只有自治的人 才有这种自治的 才有自觉的道德 这两个是正相关的 如果你连这种自治都达不到的话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单兵的 每个人都觉得 我只想 今天我 多挣一点 吃一点 今天我能骗点 吃一点 我懵一点 吃一点 他们从来不想到说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以后怎么样 以后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 今天我过这么惨 对不对 我就能混过去 混过去嘛 所以谁 谁也没想到那么远 谁也没想到那么远 为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整体 他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会把他这个整体 这个一个群体的力量 群体的智慧 给他发挥出来 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平台 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 我们既然没有能力 就是我们这些城市管理者 既然没有能力 把他们全部遏制住 把小贩这个行业 消 到处流传的小贩 行业消灭掉 但是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平台 给他一个活动的空间 让他们能够自治 而不是说把他们圈起来 就给他换了一杯 老旧地方 这时候也没有买卖 也没有人来 给你圈个地方 让你去做买卖 让你去卖东西 以后死活也不管 你这不行 你让他至少在这个地方 你让他能够去做买卖 能够挣到钱 同时呢 他们有自治能力 如果不自治 那我们再处罚他 对吧 那么自我约束能力 慢慢慢慢培养起来 这样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社会 才慢慢好起来一点 我们才会 我们这种常见的这种 调包计啊 缺金扫两啊 坑蒙拐片呢 也许才会有所收敛 一鸣不惊人 今天就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次再听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